女孩只是拍了张照片 下一秒 两辆汽车相撞 女孩被吓坏了 这时还有一个邻居捣乱 让女孩以为是自己照相 导致了这场车祸 女孩吓坏了 她盯着电视机 以为自己引发了一场大火 两列火车出轨 和一架喷气室客机坠毁 几天之后她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就打算整一整这位邻居 她坐到了屋顶 在邻居看关键的球赛时 时不时地拽下天线在岸上 邻居最后气得想砸电视 但凡有幼儿园文凭也不至于被骗了 但她还真没上过学 女孩名叫艾美丽 她的父母都是奇奇怪怪的人 母亲神精致 父亲冷淡 连她养的鱼都很奇怪 居然得了抑郁症要自杀 小时候因为父亲一直不亲近她 每次体检的时候 靠近父亲都会心跳加速 艾美丽被诊断为心脏病 父亲认为她不是一上学 只能在家有母亲教她 在这样的环境下 艾美丽从小就交不到朋友 不过倒也还是无风无浪地长大 现在在一家餐厅做招待 去看别人的脸 喜欢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 喜欢把手插进装满穀物的口袋 喜欢用勺子敲破布丁表面的脆皮 喜欢用石子打水漂 这天电视上播报了 戴安娜王妃在车祸中丧生的新闻 艾美丽因此愣住了 手里的瓶盖随之落地 在剪瓶盖的时候 艾美丽意外发现一个盒子 看里面的内容 多半是一个几十年前的男孩收藏的 这天晚上艾美丽起了一个念头 不管多难都要找到盒子的主人 物归远主 如果她感动了 艾美丽就去不断做好事主人 否则就算了 为此 艾美丽询问了房东和附近的人 此前住在这里的人的姓名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伯都图 艾美丽找遍了巴黎所有叫伯都图的人 但是都是年轻的男人和女人 和盒子的主人对不上 艾美丽垂头丧气地回家 住在对面的老人出现 她告诉艾美丽不是伯都图 而是伯都图 名字错了 才会找不到 老人被大家称为玻璃人 因为她患有脆骨病 骨头像玻璃一样一碎 也因为这个病她很少出门 她喜欢临摹一幅叫做船上的午餐的话 每年都要临摹一遍 至今已经20年了 但她一直都捉摸不透话中 一个拿酒杯的女孩的神态 艾美丽说也许是她的经历与众不同 老人推测或许她小时候没几个朋友 甚至一个朋友也没有 这戳中了艾美丽的心事 很快她就拿着老人提供的线索离开了 百徒都喜欢在周二的上午去菜市场买制机 回家喝土豆坐着吃 但今天她不会了 因为中途接到了一通奇怪来电 她进入电话亭 来电很快切断 而属于她的盒子就放在了这里 照片弹珠扑克 还有一个自行车模型 童年时代的记忆扑面而来 百徒都泪流满面 可是即使帮了她 艾美丽却不敢和她说话 回去的时候 艾美丽心中充斥着一种难言的祥和 她爱上这种感觉了 她帮助看不见的老人过马路 为老人细心地讲解一路的见闻 充当老人这一段时间的眼睛 这天晚上 艾美丽看着电视 上面的新闻却突然变成了她自己的葬礼 那一个她为慈善事业奉献了一生 临死前唯一的遗憾是 没能给父亲带来快乐 这给现实中的艾美丽带来了提醒 几年前 艾美丽的母亲被从天而降的自杀者砸到 当场死亡 从那之后 本来就冷淡的父亲愈发孤疲 整天埋头修建母亲的灵寝 已经好久没有出去过了 艾美丽连夜坐车来到父亲的家 她偷偷带走了父亲放在灵寝上的墨 把她交给了相熟的空姐 让对方美到一个地方就给她拍张照片 然后寄回给父亲 看起来就像木偶在旅游 因为太晚了 艾美丽只好在照相亭里睡一晚 第二天一早 艾美丽遇到了让她一见钟情的男人 然而下一秒 男人穿过艾美丽去追了另一个人 艾美丽也跟了上去 捡到了男人遗漏的相册 男人喜欢收藏别人不要的证件照 并把照片拼好装定成册 艾美丽注意到 其中有个男人拍了整整十二张照片 这很不寻常 于是她想这个人可能是个幽灵 她害怕被遗忘 所以到处拍照又把照片遗弃 希望被看到的人记住 老人说要是这样 那这幅画里的人早就做到了 看到那个拿酒杯的女孩 联想到今天的自己 艾美丽突然说 她或许心里正在想着一个什么人呢 可能是一个暗恋的男孩子 也可能在想着要帮什么人 老人问那她自己呢 她的麻烦要怎么办 艾美丽却说 帮助别人总比亲吻花园里的娃娃好 第二天上班 她撮合了自己一个同事和常客 她首先告诉客人同事暗恋她 所同事客人每天坐在那个位置 是因为在看她 楼下水果店老板经常欺负店员 因为店员伤了一条胳膊 做事比较慢 艾美丽下定决心打算整一整她 她来到老板的家里 将鞋子的鞋带换掉 把干脚霜和牙膏调换 降门的把手换了方向 定了凌晨四点的闹钟 这一刻她仿佛化身左落 来惩治一切的不平时 晚上老板看到把手变了 很是觉得奇怪 刷牙时又被恶心到 穿鞋发现鞋带变成麻绳 她害怕了 半夜跑到摊子上睡觉 这天艾美丽看到了 寻找相册的贴士 如果是普通的女孩子 大概会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 约定好时间交换相册 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适不适合交个朋友 但艾美丽嫌那样太普通了 她打听到男人打两份工 一份是在成人录像店当摄影师 另一份是在游乐园扮鬼 为了见她 艾美丽进了鬼屋 打扮成恶鬼的男人 在尽职尽责的下滩 男人在自行车上找到一张原属于自己的照片 上面写着明天下午五点旋转木马剑 戴上五法郎 男人忍不住去想 对方漂亮吗 她到底想做什么呢 第二天两人来到旋转木马前 艾美丽却并没有出来见男人 只是打电话让她跟着指示剑偷走 男人据此找到一个指着天的雕像 又顺着雕像指的方向找到一个望远镜 终于在镜头里发现了艾美丽 她连忙去追 但还是只找到相册 人已经不见了 但相册里多了几张照片 正是艾美丽拍的 这一天水果店老板依旧在欺负店员 看来并没有长记性 艾美丽再一次来到她家 将拖鞋换成小号的 把灯泡都换成更暗的 毁掉床头灯 又把老板给母亲设置的电话快捷键改掉 回家后 艾美丽伪造了一封情书 将她寄给了为情所困的女房东 女房东因此痛哭流涕 困扰了她半生的感情 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老板晚上回到家就发现鞋子变得不合脚 进卧室后光线暗得难以忍受 她当然要去打开床头灯 然后线就冒出了火花 老板受到惊吓 想打个电话找妈妈诉苦 结果 在喝一杯下了料的酒 老板要彻底崩溃了 看到男人的寻人启事 艾美丽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她扮成佐罗的样子 在照相亭拍了几张照片 并把照片撕碎扔到附近 果然没多久 男人就找到了她 照片上写着下午四点后 在双风车餐厅见 艾美丽这时已经在餐厅等很久了 对于男人还没有过来这件事 她只能想到两种可能 一个是她还没有找到照片 另一个是她还没来得及把照片拼好 就被一伙突然出现的银行劫匪抓住 作为人质 然后劫匪逃脱了 却在随后出了车祸 男人活了下来 但失去了记忆 又被一个骗子送到伊斯坦布尔 去偷了俄军的导弹 撤退时又碰上了地雷 她大难不死 却只能留在西伯利亚放羊 如果是这种可能的话 艾美丽觉得这个男人不要也罢 可是男人很快就过来了 艾美丽想要靠近 又不敢和她说话 只好偷偷地站到她的身后假装写菜单 男人很快认出了她 但艾美丽不敢承认 很快落荒而逃 拜托同事塞给男人一张字条 男人见没有收获 也就离开了 艾美丽也沮丧地化成了一滩水 晚上在老人的家里 艾美丽说话中的姑娘 或许正在计划向暗恋的人表白 老人意味深长地说 看来这是个胆小的姑娘 回家看电视的时候 里面的内容又变成了奇怪的想象 一个男人说 如果艾美丽愿意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生活 那么她绝对有权利遭她自己的幸福 艾美丽终于决定主动出击 首先把照相亭弄坏 再叫人过来修 这时男人也终于发现了 艾美丽让同事塞到她口袋里的字条 在照相亭 男人见到了她一直好奇的 照了很多次正见照的红鞋子男人 原来她并不是什么幽灵 只是一个普通的照相亭修理工 一个干着分内工作的普通人 艾美丽来到餐厅 却发现男人和同事出去 很是难过 她不知道的是 同事只是在帮她考验男人 做饭时 酵母粉突然没了 艾美丽开始幻想男人已经成了她的爱人 此刻正在冒雨帮她买酵母粉 这时突然听到男人在叫她 艾美丽捏手捏脚地走到门口 却不敢见她 男人见没有声响 就把一张纸条从门缝塞进来 写的是我会再来 突然电话响起 正是玻璃老人送给艾美丽一个礼物 回到房间打开电视 上面就是玻璃老人的录像 她说艾美丽的骨头不是玻璃做的 所以经得起生活的撞击 如果让眼前的机会溜掉 善良的心有一天也会变得脆弱枯萎 所以别犹豫 去找她 艾美丽终于鼓足勇气去追 打开窗帘一看 人已经走远了 她马上就打算冲出家门 没想到男人就在门口 男人要说些什么 却被艾美丽制止 她将男人带进来 轻轻吻了她 艾美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最后的最后 百徒都去见了她许久不联系的儿子 玻璃老人不再执着于女孩的神态 开始临摹另一幅 艾美丽的父亲也终于打算开始一场旅行 大家都从孤独中解脱了